作詞・作曲 李宗盛 我們這裏就是一個粉嶺裁判法院 位於粉嶺 其實粉嶺在六零年代以前 周圍都是農地 有農地有很多村落 有村民 但是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時候 國內就有點戰亂 於是很多人就來到香港 香港的人口就會增加 於是社會就複雜了很多 那時候政府就希望 去完善我們的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 所以就選擇了在粉嶺這個地方 建立我們新界第一間裁判署 希望去推行這個司法制度 取代以前自主糾紛的處理模式 八九十年代經濟起飛 人口膨脹 這裏就不可以單單處理 新界這麼多的案件 所以當時的政府就在新界其他地方 例如屯門、沙田、全網等地 建了一些地方法院 這個地方在九零年代 就正式成為地方法院 只是處理北區或粉嶺的司法案件 2002年就發現這個地方 真的不夠處理只是北區的案件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這裏就停用了 它在2010年的時候 這裏就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在2019年就成為了香港青年學會的領袖學院 這裏也是北區的地標和中心之一 自然就會吸引很多遊客 他們自然就會聽到我們的故事 知道這些歷史 我們這裏會有它自己的一個 獨特的建築風格 還有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歷史價值 在歷史建築方面 它是一個簡約的古典主義 這種對稱和一條柱其實就是 強調了秩序和調和 只是這麼柱狀的東西 可以符合我們法院的莊嚴的一個形象 我們可以在樓梯那裏也都看到一些 我們所謂的紫皮石 這些也是以前的地磚 而我們旁邊的樓梯的扶手 也是保留以前的原貌 這個就帶出了我們的保育的其中一個原則 就是保留它的原真性 我們也有幾個重點保育的地方 例如我們身處的2號法庭 其實我們後面這個就是凡人的地方 這個門後面就會直到我們剛剛的一個居留室 之下我們也有一個法官走廊 主要就是讓法官去休息和通過這個走廊 去到不同法庭的一個通道 那裏也會有一些柱 或者是結欄杆 其實那些欄杆 都是去呼應我們的建築結構 或者建築的特色 就是一個比較莊嚴 是有很多的柱狀 去強調它的比例和秩序的感覺 就令到整個法院的建築特色和結構 就比較合一 我們1號法庭已經全面改裝了 引入了一個可以論尾立法會的一個設施 當人在說話的時候 那個鏡頭就會自動拍攝到那個說話的人 讓這個學生和導師去回顧他們自己學員的表現 1號法庭主要都是做一些議政或者辯論的地方 我們領袖學院就希望通過去活化這個地方 就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讓我們年輕人去發揮他們自己的爽長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保育囊 在我們的左邊就已經有幾幅的衛星航拍的圖片 可以看到我們粉嶺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而法院就一直都在這裡 可以看到法院是見證了我們粉嶺的一個歷史變法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想活化這裡 也是這裡為什麼是這麼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保留歷史的價值 可以令到歷史的意義和故事可以傳承下去